肯定儒家思想影響了全球华人有数千年 美国的孔孟学会28号周六将来举办孔孟学会悬殊研讨会 由三位学者来分享宋明理学与儒学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按照这个历史 这个进程我们找出越干个重要的理学的人物 我们来比较详细的一点来研讨一下 美国孔孟学会会长郭宪赵表示 研讨会将讨论宋明理学与社会延伸 因为21世纪最能够代表中国与海外华人的不是中餐厅 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 因此研讨会将分享孔子理念如何融入现代社会 欢迎对活动有兴趣的观众 7月28日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前往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组织新闻彭尼昂明俊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